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必无可避 杰克博士只能及告美国副总统 宣布北纬30度以南全美民众 尽速向赤道方向撤离 而该线以北民众要尽量保暖 然而极端气候下 电力系统 通信系统迅速失去作用 美国北边城市的人们只能自救 这场全球性超级气候灾难降临了 强烈气旋摧毁高楼大厦 洪水迅速涌上陆地 淹没了欧洲 淹没了美国 淹没了整个地球世界 随后地球又进入瞬间降温模式 冰层和白水迅速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 地球步入了一万年前的冰河世纪 不得不说 本片灾难场景特效做得太好 好到让人感同身受 好到绝对令人胆寒 可是在这样的残酷环境下 杰克博士却走出保命的温室 走进了冰雪极寒中 原来是因为儿子山姆 被困在了美国北部的纽约 虽然生活中疏于照顾儿子 但关键时刻 父亲却是最可依靠的大山 而山姆也凭借着自己的知识 和辩文前父亲电话里的再三叮嘱 一定要待在室内 尽量保持温暖 等待他的救援 最终保住了自己 和信任他的朋友和众人的性命 在杰克好友的牺牲 山姆眼睁睁看着众人不听劝 要走出室内 最后冻死在路上 和伙伴们斗智野狼等重重波折后 父子二人终于见面了 灾难过去了 冰雪覆盖下的城市空前安静 被灾难考验的人类 又一次获得了生存的机会 在气候灾难 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 头号难题的这几年 观看本片让我们思考量多 不要等到真正面对灾难 才去想办法求生 在灾难形成前 就将其消弭 恐怕是本片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部电影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选取点赞数比较高的电影 为大家讲述 很贴心吧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转发 我是电影途步大家的 燕镜瞬间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